来到第十季的横行八道 说团队终于横行到韩国 因此接下来的一连六集 我们都会在韩国进行拍摄 为这神秘的东方之光揭开面纱 作为这一趟紧张又兴奋韩国之旅的第一站 我们首先就往具有浪漫之岛之称的 冀州岛出发 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我们就会跟着旅行团 然后呢 就是跟着他们去到一些 比较著名或者是比较普通的旅游圣地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要冒险 就如我今天呢 租车自己驾车去探险 看看四周围有什么好东西看 同时呢 因为你自己驾车嘛 所以你看到的风景跟旅行团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觉得想停下来的话 就可以停下来 最主要呢 你要在国外驾车 就要有这种国际的驾驶执照 对了 很简单很容易的就可以申请到它 然后呢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慢慢的享受 慢慢的开车 这里哦 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嘛 然后四周围都是海 然后呢 你看外面 它的天空是蓝色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同时呢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是驾车的时候是右手边的 但是这里呢 是左手边的 所以当你驾驶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 因为你还不习惯嘛 同时 我发觉到这里的那一个speed limit 跟我们的国家不一样 这里我只看到最快也是60km 有些还甚至是40km 所以你要慢慢的开车 否则的话 有可能呢 可以种那个Saman 但是呢 我觉得开慢是有好处的 因为呢 当你可以慢慢的开车的时候 不只是安全嘛 同时你还可以慢慢的欣赏 外头的那个风景 然后慢慢的感觉到 他们这里的人呢 其实在怎样的环境之下而过生活 既周岛拥有许多文明的天然宝藏 那横行八道第一次来到韩国 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去见识一下 拥有近2000平方公里面积的既周岛 除了是韩国最大的岛屿之外 也是以风多 石头多 女人多 山多而文明的旅游圣地 既周岛是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岛屿 地貌十分奇特 位于韩国半岛西南海域 由于气候温和 具有海洋性气候的既周岛 也因此被关上韩国的夏威夷之称 现在呢 我们就要开始爬这个叫做 松山176 它其实是一个火山口来的 你知道吗 这火山口呢 是世界新气大自然奇观之一 然后呢 它有差不多整5000年的历史 然后根据资料呢 这火山口 它其实是从海底 喷发出来而形成的 它有差不多整 550多梯极要爬上去 所以 我们就开始爬吧 走 在下面的时候 就有觉得有点凉啊 有点冷 因为下面就 风在吹嘛 然后 天气就比较 冷 但是 当你爬上楼梯的时候 你开始热身 你开始运动 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流汗 流起汗 你会不会觉得很热很热 然后就被 喘气了 还有半路 半路 再走 城山日出风 是耸立在 激州岛东边的 巨大岩石 是汉拿山 360个直火山之一 也是世界少见 保存完整的 海底火山丘 火山口周边 有99块奇岩怪石 聚在一起 就好像巨大的王冠 而城山日出风 四周则是一片大草原 站在山顶上还可以看见 海岸线辽阔的大海 和草原上 壮丽的田园风光 城山日出风 在2000年7月19号 被指定为 地方天然纪念物 接着在2007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 世界自然遗产 爬上来真的是感觉到很值得 因为你从这里呢 这样子望过去的时候 你看到的这个自然景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壮观 因为呢 我们上一次横行八道 都有上过火山口嘛 但是这个火山口呢 跟我们上一次看过的火山口 不一样 因为上次的火山口呢 全部都是灰色的嘛 然后呢 中间就有一个湖 但是这个火山口呢 是长满了 就是绿色的 然后有很多不同 各种各样的植物 在长着 同时呢 背后 你会看到这一望无尽的大海 然后一些小船在经过 然后你站在这里 空气非常的新鲜 我可以想象中 如果没有别的吵杂声 整个地方呢 感觉到非常的平静 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是很平静 转头 往那边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海边 有很多物质 有港口 然后就很比较繁忙的一个小城市 所以你站在这里 这个中间点 你可以感受到 整个极洲岛 它有那两种不同的样貌 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 拥有人在生存着的那个极洲岛 好棒啊 到今天为止呢 恒行八道已经看过了三个不同的火山口 那今天呢 我们就有机会要看一个叫做 Mandjango Lava Tube 或者是 Mandjango 熔岩洞库 它其实呢 整个地方 其实是从 熔江流下来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个温度 它突然变冷 所以 它整个东西呢 就变成一个山洞 这样子 但是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世界里面呢 其中一个最长的 Lava Tube 这个地方好大耶 然后你看 因为你下到地底下 然后旁边全部都是用Lava 就是熔岩而成的嘛 所以整个地方的那个温度 就开始慢慢地下降 我觉得现在有差不多整 十三十二度这样 然后讲话 就开始出院了 然后呢 这里呢 其实是非常的暗 然后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的眼睛还要 慢慢地去 适应整个状况 因为已经开始暗了嘛 它整个隧道呢 有差不多整 七点四km 但是我们只可以走 一km 因为别的呢 如果走下去 会很危险 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的万丈库 是由汉拿山 喷出的火山熔岩 所形成的熔岩洞库 万丈库有长达70公分的熔岩石笋 熔岩管装的隧道 以及各种典型的形态 万丈库洞内长年气温 保持在摄氏11至21度 再加上黑暗的洞库 令人悖绝神秘 走进石库里 就好像来到了自然博物馆一样 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感觉得到 虽然世界各地拥有许多石库 但如万丈库保存着 数十万年的面貌 并具有高保存价值的洞库 是非常含有的 哇 突然我们就来到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整个地方就觉得好像你在一个大的山洞里面 因为它的心灵也是非常高 我觉得如果爬上去的话 有可能有差不多整四到五层楼高吧 从我进来刚才是吗 我就一直想 要形成这个东西对不对 你要知道那个沙发或者是 它是怎么流或者是往什么方向流 所以我就走走走走的时候 就一直看墙壁上 它那个花纹是往什么方向 现在从这个地方我就确定地说 其实我们的进口看起来 就是沙发往那个方向流的 因为你看它这些 上面墙壁的这些花纹 是走着这样子的 向这个方向去 所以当时呢 它就从我右手边流去我左手边 然后它连这里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 就很明确的 你看 墙壁上的那些花纹 你就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流了 墙壁上的花纹 我后面这个呢 是一个熔岩石柱 它有差不多7.6 meter这么高 然后呢 其实他们去到很多洞里面 它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最高的 然后这个石柱是怎么形成的 是因为沙漠就会从上面流下来 它流下来的时候 当它凝固 它就变成了一个柱子这样子的 所以非常的壮观 然后其实我们已经走到尾端了 就不能再走了 因为里面还有很长很长很长 但是也许里头还有一些生物 或者是很危险要走进去 所以他们就不让我们走 而只到这一边了 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叫做Sewa 5-Day Market 那为什么它是叫做Sewa 5-Day Market呢 是因为它每五天 他们就会来到这里呢 来卖他们的产品 尤其是呢 你就可以找到本地的水果 蔬菜啊 还有一些很传统的韩国的这些特产 就可以来到这里来买 我从这里呢 就可以闻到有些地方是卖一些小吃 然后也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各式各类的Kimchi 我觉得因为我朋友以前跟我讲过 如果你要来到韩国的话 要一定去看一看他们怎么卖Kimchi 因为他们卖Kimchi不是像我们在马来西亚普通看到的这一个包菜 而是各式各类的Kimchi 那看到吗 每次我们去吃韩国餐的时候就会吃到Kimchi 那个包菜嘛 这个呢 就是当它还没有成为Kimchi之前 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他们经过了腌制 才变成Kimchi 英文是叫Chinese Cabbage 但是呢 这种包菜是在本地种植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看 它其实它那个 厘米是非常大 比普通我们看到的 大一点点 这些东西就是韩国人少不了的 它就是Kimchi的各式各类不同的已经腌制好的东西 有些是菜 有些呢 因为这就知道嘛 它海鲜丰富 所以呢 他们会用螃蟹啊 也拿来腌制 然后放辣椒 然后呢 有些是用那个黄豆 做出来好像Miso的那种paste 过后你看 有些黑豆啊 各式各类不同种样的一些小配菜 师傅 还专制 打 那个辣椒 很多人又以为韩国人的菜嘛 不辣 他们吃辣椒 真的是 很强很强的 做一个 你比辣椒 又要它 吃进去 什么呢 是 你叫辣椒 辣椒 辣椒 我们是西方叫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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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辣椒 是的 辣椒 you 你 你看,他就说,这些辣椒是哪来做辣椒的? 哪来做辣椒,哪来做金鸡? 我觉得,跟阿姨谈天,就好像一只鸭跟一只鸡在讲话, 但是,两个都是明白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些没有吃粗的中友好吗? 芝士皮很好吃。 这就是我们的材料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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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就是我们的材料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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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你的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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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虽然我听不懂韩语, 然后Auntie也听不懂英文, 但是因为我很乐意地打开这个新房, 跟Auntie跟刚才的那个师兄接触, 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教我如何做Kimchi, 还教我一些一些小秘方,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获益不浅, 因为呢, 谁会想到,我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学到这些小小知识,带回买一下, 这个比你买的那些 souvenir更加的珍贵, 所以,一定要勇敢, 一定要懂得如何跟大家一起接触, 然后最重要,笑容, 跟她笑,她一定会跟你一起笑。 天里暗,整个地方就开始冷了, 我们恒星巴道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那我们也住过了各式各样的屋子啊,房间呢, 也体验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季州岛呢, 我们要尝试一个,我们没有尝试过的, 那就是要住在一个旅局车。 诶,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是旅局车, 其实旅局车这个东西齁,它在欧洲, 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一种住宿的方式。 很多人呢,他们要去录影啊, 或者是外头长远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把他们这个旅局车, 挂在他们的车,然后一边拖, 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美的时候就会停下来, 整个人就会在那边camping, 但是呢,它不是打帐篷哦, 而是里头呢,是有厨房啊,有房间,也有厕所。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兴奋, 也同时呢,很excited, 因为想看一看,我们今晚呢, 四个人住的地方是怎样的,走。 哇, 导演,你对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很好耶, 有这种地方给我们住, 我就看到,里面有房间, 还有枕头, 然后,比上一次的,好很多耶, 我们四个人可以住在这种地方, 只有一个人一张床, 然后同时,我在外面呢, 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客厅, 哇,哈哈, 今晚的晚餐, 还准备一个师傅, 一个厨师来跟我介绍晚餐啊, 你好, 你好,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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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我们吃呢? 今天我们准备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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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冷的关系, 所以, 这个冰冰包呢, 它的味道真的是很香, 很香, 很香, 在韩国的第一口, 冰冰包,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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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真的, 那感觉是特别的, 因为呢, 它口味不只是好吃, 而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大自然, 在这么冷的天气下, 然后又有我们的师傅, 准备给我吃, 里面是感觉到很温馨, 我们的师傅就刚才跟我讲解, 他说, 是那个鱼的名字嘛, 为什么讲鱼呢? 因为呢, 它的那个鱼上面的那一层呢, 它是银色的, 就是silver color, 所以它是发亮, 所以是un, 就是那条鱼的名字。 嗯, 非常棒, 非常好吃, 因为它的鱼肉是甜的, 然后没有腥味, 这是really awesome, very nice, thank you. 刚才师傅跟我说, 他讲的, 全韩国最贵的开启, 就是这种鱼了, thank you. 那这种食物呢, 其实, 我有听过一种故事, 他就说, 蜘蛛岛的人呢, 以前是没有的种稻米嘛, 所以他们就没有米, 但是这里有一种叫做小麦, 然后呢, 他们就会用那个小麦磨成粉, 磨成粉了之后, 就可以拿来收藏, 收藏之后呢, 就拿来做这种食物。 OK, I'm going to try. I'm going to try. It's so hot. 口感呢, 就好像是pancake一样, 但是里面呢, 就有这种radish做出来的, 他们这里很多食物呢, 都有放那个芝麻油, 所以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 在这种热火炉旁边, 吃着这个东西, 感觉到好像回到以前的那种, 时代, 旁边呢, 不是师父, 而是一个老婆婆, 在家里, 为孩子做, 她这种薄薄, 很温馨。 感谢。 我觉得呢, 济州岛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很漂亮, 很壮观的天然奇观。 但是如果你问我, Bucky, 你在济州岛, 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我会说, 是当我跟当地的阿姨, 在菜市场一起工作, 洗辣椒。 我们两个呢, 虽然不明白对方的语言, 但是呢, 还可以有说有笑的, 因为我们用最诚恳的心, 最诚恳的笑容, 对待对方。 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被最出名, 最流行的旅游圣地, 而被吸引到。 我们往往会忽略到这些, 道地的地方, 还有灵魂。 如果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房, 去融入当地的居民, 去认识他们, 我觉得呢, 这个会是, 你去旅游最美好的回忆。 一旅游圣地不一直在关于 旅游和旅游的旅游圣地, 而是关于心的和笑容的社会。 去进入。 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